來 看來大麻 今天在外界中出現 說大麻要合法的這種聲音 法務部長採訊表現 現階段沒有這種考慮 有哪製作說大麻的電子分 是有蓋到毒品桌 是來發到關於很久的 不過有哪有一個人 醫生是拍片發起 說這個醫生大麻要合法的訴求 看時機到 調查局的人員 做一個圍櫃 電開抓到的行動 法務部調查局今年四月分 查到國內最大膽種大麻的案件 一個手查到千多種的大麻 另一天 警方又發現說 有疑者不會有參大麻電子分的分油 在這點 法務部話說得很重 調查大麻的嚴重影響民眾的健康 在現階段不可能合法化 有些國家或有些州 他認為大麻合法化 用這種混淆方式來宣導國人說 要鼓勵大麻合法化 其實這個部分是 真的是有混淆視聽 那是今年頂半年 查到的大麻就超過9千丈 創下多少年來的新冠 法務部把大麻 在做是販毒最重要的目標 記憶 天使民眾不可能 去口口就是無人知道去吃大麻 如果部署書的副署長 中央醫病是說 在我們國無論是種大麻 吃大麻 或者是賣大麻 頂頂的行為 都是違法的 不過稍有醫師準備要發起醫療用 大麻合法化的訴求 醫師表示 雖然我們國內開放 部分的大麻在醫療方面來使用 不過並無窮傷 拿到藥症 可以進口 由政府邦領醫療用 大麻關節的標準 而且夠有賓獎 食材大麻 如果是政黨來使用 可以提升醫療的效果 那如果是國內用的大麻 想要合法化的聲音 醫師是說要我的討論 記者 綜合報道